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却被发现 AIT的罗森伯格在见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时候 狂翘二郎腿 网友就狂叹说 看起来好像是宗主来见凡属了吗 我们就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报员罗志强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郑春琪老师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好 最后来看到民主基金会 为了谁当董事长 谁当执行长 到现在好像还不断传出卡韩的争议 在昨天民主基金会突然一下宣布了 他们要在4月10号的时候 就要召开董事会了 哀哄难道是在愚人节搞突袭吗 因为并没有事先跟韩国瑜瞧好时间 民主基金会特别发了一个新闻稿 表示说 其实我们2月23号 就有向韩国瑜说明相关的事宜 一直等到3月28号 没有等到开会通知 一规定 我们必须要在4月15号之前 就要送去年度的决算报告了 因此认为是有必要性 也有急迫性 因此外交部长吴钊燮就拍板定案 说好了 那我们4月10号就要来开会 来改组了 好了 好 看起来 似乎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是你要开会 你不用跟要来出席的人 先谈好什么时间 大家有空吗 王宏威就呛瞎说 其实韩国瑜根本没有收到 4月10号要开会的通知 其他董事也有人是不知道的耶 如果拖这么久才要开会 不是应该要事先通知吗 否则怎么知道 这一天韩国瑜有没有空呢 而且议程到底是什么 是要全面改选董事吗 执行长要重新来派任了吗 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突然一下就突袭了 难道真的是个愚人节的玩笑吗 还是说呢 这个旧的执行长 打算要私下开会 来架空韩国瑜了吗 好 现在这15席的董事当中 其实确定会有9席是民进党的人 先前一度还传出 这个政党代表的名单 绿营偷偷自己调了一席 明明是第二大党 却把自己调成了5席 而国民党只有4席 民众党是1席 完全不合所谓的政党比例的原则 所以后来被发现抓包之后呢 才又把罗志正这一席给拿掉 变成是4比4比1 但问题是 还有其他相同外交部长啦 总统服务秘所长等等人 加起来之后呢 其实绿营是稳稳操了9席在手中啊 好 那么在今天还传出说 有这个侧义团体跑去呛瞎 说不行哦 执行长的人选呢 不可以是仇庸哦 应该要符合民主人权的价值 不可以是政治的仇庸啊 好 问题是谁比较像是仇庸呢 好 绿委吴思耀也跳出来说 我们没有卡韩啊 绝对没有卡韩也没有党韩 会在期限之内完成推判 一贯令呢 基金会的董事长 就是要由立法院长来担任 但是执行长的人选 也要一贯利由总统来任命啊 所以大家都已经倒好招了 就是要来卡卢了吗 卡韩不成改卡卢吗 问题是啊 来看看 其实啊 这位这个卢叶宗教授 是政大的教授 可是呢 这个现任的执行长黄玉玲 明明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龙家班的人马嘛 林家龙的人啊 到底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像仇庸 难道大家眼睛看不清楚吗 好啦 其实今天啊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不是老百姓最近眼镜 一直盯着民主基金会 再仔细盯着看 会不会绿营其实在董事会上 就直接强行通过了 执行长的人事案呢 到时候在野党再来反对 还来得及吗 立文怎么看 当然首先啦 就是说他在这个民主基金会 要召开董事会 他一定要必须有一个合法 通知开会的程序 如果没有合法通知开会的程序 甚至于民进党他们自己开 然后呢 韩国瑜都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开会 不知道要开会 甚至于国民党派的董事 都不知道要开会的话 这样的一个董事会 是绝对是违法的 是开不成的 所以还不至于是这样子搞啦 那么民进党会不会 仗着人数的多数 然后呢 硬要通过执行长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待观察 那么这一次呢 是谁发动的 就是说 现在的董事会 当然是有 可以要求要召开董事会 但现在的董事长 应该是韩国瑜才对嘛 那么这个东西 都还没有一个 礼貌上面 你都必须应该要知会韩国瑜 或者是 今天吴钊燮的处理 是非常的鲁莽 而且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如果你觉得 有时间上面的压力的话 你应该要 亲自的去拜会韩国瑜 或者起码打电话 去跟韩国瑜征询嘛 你可以告诉韩国瑜说 我们现在因为有15号 要通过决算啊 等等这些 行政上面的 时程上面的要求 那因为呢 新的立法院的组成 也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呢 希望韩国瑜能够 来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 来处理这些行政性的事物 这不就好了吗 一个这么容易 这么简单解决的一个事情 有必要就是说 不通过韩国瑜 然后直接发新闻 就昨天嘛 直接发新闻 然后解释了一大堆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们要发动 在4月10号的时候 召开董事会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非常的不礼貌 那好像要强压着 韩国瑜就范 某个程度也暗示说 韩国瑜故意拖延 导致他们必须出此下策 或者说用这一招 是不得已的 是被韩国瑜逼的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这样子啊 你都可以跟韩国瑜沟通啊 而且韩国瑜一定是未来的董事长 你也动不了他 你也不应该动他 那在这个时候 又为了这样的一个开会的事情 来制造不必要的冲突 对立紧张 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完全没有理由的 那如果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想要突袭通过执行长的话 就是吃相非常的难看嘛 韩国瑜也不可能做事 让你们这样子做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是非常不治的 那由外交部来发动 更是应该由一个 手支外交手腕 在这种处理室上面 更要展现圆融圆滑的外交部 反而变成斗鸡 在这上面制造事端 更显示出我们这个外交部长 是非常严重的不适任 我坦白讲啦 蔡英文虽然只要卸任了 在他的卸任之前 国会的政治属性的组成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性的翻转 立法院长都换人了 而且换的还是不同党的 你身为现在的总统 到今天为止 你都没有跟新上任的 立法院长会面 我觉得蔡英文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你就把它当作空气吗 把韩国瑜当选 立法院院长这件事情 当作没有看见吗 我觉得蔡英文太荒唐了 在中国中华民国宪法里头 你身为一个总统 你跟五院院长的关系 是非常直接跟密切的 那在这里面 五院院长里头 最核心的民主政治运作 就是国会嘛 就是立法院院长 而且他代表的 还是最新的民意 你在礼貌上面 都应该要请立法院长来见面啊 就在宪政制度 宪政的层次上面 蔡英文好像当作没看到啊 当作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好没有礼貌 完全没有民主宪政素养的一个总统 然后今天在这种事情上面 不断地给韩国瑜穿小 写出这种 我觉得真的是很低下啦 那去抢这个东西 连这个东西 你都要卡成这个样子 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然后你新当选的赖清德 也非常异常地低调跟安静 对于这一段时间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不但不表态 而且他是异常地低调跟安静 那蔡英文不但不见韩国瑜 他还找柯文哲来见面 那你是以总统的身份 还是以在野党党主席的身份 你也不是在野党党主席啊 然后你去找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来 瞧说以后均够的预算 请你们多配合 NCC的人士 你可不可以不要挡我们 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 去挑战了整个宪法的秩序 你不该做这件事情嘛 你应该走开大门走大路 你不是 你用这种非常私下去瞧 去沟通 去收买去收容 还是用这种方式 而且你已经是一个卸任的总统了 你为什么还去介入未来 国会审查军供预算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权力 然后去私下说相呢 这都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然后非常的违反 直接的违反宪政运作 应该要有的伦理 奋纪跟规则 那我觉得在这边 民进党真的是丑态百出啊 其实过去民进党呢 就曾经有偷偷改过了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董事的名单 让这个民进党的应识 比别人多了一席董事 被抓包之后才又改回来 拉掉了罗志正 现在呢 似乎是又想要偷偷来开会吗 还怪韩国瑜迟迟不肯来开会 那么今天甚至是还有呢 好几个过去 有接受过民主基金会 补助的团体 跑到立法院去抗议了 他们痛批说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不可以沦为政治仇佣啊 一定是要具备人权 还有民主的专业 而且一定要支持 香港 西藏 还有新疆的民主运动啊 他们说支持民进党 主张的执行长的人选 必须要透过民主的协商来决定 好 我们先不说 这些团体过去啊 其实也确实都有浓厚的 青绿色彩 而且呢 洪生汉委员先前不是还说 哎呦 他说不可以让韩国瑜 当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理由就是因为 有一些公民团体很担忧啊 就像马上就有公民团体出现 来配合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所以啦 过去外界也都是质疑说 是不是其实绿营 就是真的在拿民主基金会钱 来养一些侧异呢 如果说绿营硬要扯 说是韩国瑜提的人选 没有人权专业的话 那请问现在这个执行长 黄玉玲的专业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经历看起来就是 林佳龙去哪里 他就跟着一起帮忙做事情嘛 那依照绿营的标准的话 那像他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不是有资格可以担任 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呢 智晓怎么看 民进党在民主基金会这件事上 充分展现了他的死磕精神 死磕到底的精神 基本上所有东西的胡缠慢打 然后发现人民也不站在那边 他就另外找站场 第一开始民进党是根本没打算 让韩国瑜来当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他就是要打破惯例 因为事实上过去民主基金会的成立 就是为了国会外交 那就是因为外交处境的困难 所以当时让王金平来当 这个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就希望国会能够扮演一个 弹性外交的功能 所以当然是立法院长来当董事长 然后结果发现第一关打不过 退了 他们想要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董事长平常也不可能 你像立法院长这么忙 他平常怎么可能去管基金会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基金会真正的执行者 就是执行长 所以民进党现在第二战场就开到哪里去 就执行长 吴思耀其实已经画出民进党要的东西 就是执行长必须是总统的人 我大民进党要的人才能当执行长 所以一旦执行长是民进党控制住之后 他就可以对上去什么 卡韩国瑜 各位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 要不要让韩国瑜当董事长 是卡你一次 对不对 卡不卡对不对 执行长让蔡英文的人上去 让赖庆人上去 就卡你生生世世 一直卡到底 以后你就看到每天的执行长 就是他找一个像黄玉玲这样的人 然后呢 开始一直在跟你韩国瑜来弄来弄去 那请问你 你韩国瑜你要不要理他 你要不要管他 你要怎么做 我跟各位讲民主基金会章诚 第十七条讲得很清楚 本会制执行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名 经董事会同意后临聘之 执行长受董事长指挥监督 众离本会所属职务 各位 是受董事长指挥监督 那当然是董事长 要找谁来搭配他 才有办法去指挥监督啊 董事长请问韩国瑜 怎么去指挥监督 蔡英文 赖清德 找着执行长呢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根本是在扭曲 民主基金会设置的终止目的 也扭曲民主基金会的章程 那我跟各位讲 我觉得民进党的算盘是很简单 第一个 民进党已经没有打算卡韩国瑜 董事长这个位置 但是董事长这个位置 对民进党而言是个更大的坑 等着你韩国瑜去跳 你如果接着董事长 我要的就是执行长是我的人 如果这件事情到最后是民进党的目标成功 就我刚刚讲 马上 后面这四年 韩国瑜没完没了 民主基金会所有事情 执行长干了所有事情 就是出了事 韩国瑜要去背 然后呢 今天做任何事情 他爱怎么做 基本上他也不理你韩国瑜 对 然后呢 你看到过去那些他们的补助乱七八糟 胡搞瞎搞的补助 那一笔账也有永不见天日 因为这个新的执行长 一定跟 蔡英文要第一件事是 绝不查账啊 那再来就是 如果说今天韩国瑜 4月10号我认为就是一个坑 韩国瑜去那边的话 董事会董事长 我认为民进党可能不敢不同意 不敢不让他当董事长 可是他当了董事长之后 他提名的执行长 我跟你否决啊 15席他9席啊 他不通过 韩国瑜就当场执行长 提名的人不通过 你被打脸啊 那请问你韩国瑜当下如何自处 你要接受他们推荐的人吗 还是你要再提一个人 他再打脸你一次 再提一个人再打脸你一次 再提一个人再打脸你一次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4月10号 突袭式的要来弄韩国瑜 很简单嘛 他已经挖好一个坑在等韩国瑜了 那再下一个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民进党的战略目标 我觉得很简单 他们也算盘拨一拨拨过了 今天如果跟你韩国瑜 跟这个韩国瑜 跟民主基金会要死磕到底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今年我们立法院 要来审民主基金会预算的时候 抱歉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今天韩国瑜不当董事长的民主基金会 那这基金会没有存在的功能 预算我绝对给他三到一块钱 象征性让他也回此一块钱 其他通都不用过了 可是即便如此 民进党也很乐意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一亿五千万 对不对 我与其让他变成零变成一 对不对 我也不要让你韩国瑜可以主导这个预算 所以民进党在这整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是已经挖了好多的坑 设了很多的战略层次 战术层次 要来想办法去扩大所谓的 去卡韩国瑜这件事 当然我必须讲 我觉得目前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是反感的 对民进党这样死磕 韩国瑜 死磕民主基金会 然后霸占民主基金会 不放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傲慢 民众是不满意的 可是民进党向来 我讲到死磕精神 就在于说 他觉得你不满意 反正你可以不满意 一天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我搞你四年 我看你还记不记得 所以民进党向来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件事情 你看他从来没放弃 他已经踢了好几次铁板 在民主基金会跳 但是没有放弃 现在他就踩一个新的线 就是执行长 必须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的 所以上个礼拜 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玉玲 跑到立法院去背询的时候 他就说 只要韩国瑜告知 我们就可以马上发出开会通知 只要依照章程 4月30号之前 完成新任的董事长的推选 就可以了 事实上民主基金会 是早早就已经跟外交部商量好了 结果自己就拍板定案说 4月10号要开临时的董事会来改选 事前完全没有通知韩国瑜 也没有告诉其他的董事 就连这开会的内容 议程通通通都没有 直到遭到了在野党来逼问之后 才赶紧补记了一个书面的通知书 绿营不断地保证说 韩国瑜一定会按照惯例来接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可是执行长的人选 也应该依照惯例是由总统来指派 好 那么如果像这个绿营说的 总统直派的执行长是长期惯例的话 那为什么民主基金会 不能够正大光明地来召开一个董事会呢 要这样偷偷摸摸 先把韩国瑜排除在位 不告诉你要是几号 我们就先发出来说 我们就是4月10号要开会呢 难道市民党真的不甘心说 这个小金库有可能会被别人拿走吗 还是像志强说的 就算到最后被删到一毛钱都不剩 至少你别人也没有嘛 欲食俱焚吗 春切老师 这个议题已经谈了好几天了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谈的 一开始我就想说 是不是民进党这个束缚情绪反应 找韩国瑜麻烦 可是这几天我越看越觉得 不应该等闲四肢 民进党花这么大的力气 如此的强而有力 刚刚的如同志讲这时刻 他是不是无聊吗 第一个 这个民主基金会预算有很多吗 一亿五对小老百姓很多 对民进党贪几千几亿 这个算什么玩意儿呢 可是为什么如此紧锁不放 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已 第二个 民主基金会 你问社会上一般老百姓 多重要吗 多显眼吗 多注目吗 做了很多的事情 公信力很强 所以要战略一个战略 以论高地 也没有啊 你说台大 那台大当然要卡 所以管中民有卡管案 民主基金会 你问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 可是民进党花这么大的力气 这里面一定有猫 一定有鬼 那今天什么这些社会运动团体 那些是什么会社会运动团体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谁 刚刚google一下查不到 但你看他们的诉求 讲什么新疆 讲什么人权 我跟你讲 人权民主这些好字眼 自从民进党当政堕落之后 就已经臭了 跟着民进党的走的那些团体 大部分都是臭的 基于没有什么例外 第二个 这几年他们的祖宗美国人 又把人权民主 搞得全世界都知道臭了 你们这些还跟着美国人 唱了个调子 说新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香港怎么样怎么样 像全世界有恃之士都知道说 美国人很插手 违反人权 破坏民主 你们这些交流在让什么让 你以为台湾还活在过去旧的世界 被你们可以笼罩 可以拿来欺骗 说你们有多大正当性 所以韩国好像多没有人权 多没有民主 你们这一群人越出现 我越觉得有鬼 你们是来配合的 不要讲说也许 我不知道 到现在因为执行长没那么卡住 账目如果公开 搞不好这些是承报很多 或者拿到很多补助 账目一检验下去 发生搞不懂 不晓得 但是你们这种诉求 很没有正当性 因为你们这一群人 本身就是很烦民主的 那回来讲这个东西的重点 如果一定要争 那我自己倒有个建议 因为搞运动了 我是建议第一个韩国瑜应该 很谦逊的 刚才郑立文讲说 郑立文这个什么 蔡英文都不见他 那我们就去拜访他 请他提出说 这不是说你要提人选吗 是不是 一直都讲说 蔡英文要在民主基金会的 那个执行长是他要的 那韩国瑜要说 我现在虽然初步 这个主义刘业中 蔡大总统 请你把名单给我 让我参考一下 是不是 去问他 他到底要给谁 我觉得因为韩国瑜应该去 如果韩国瑜没有空 罗志强你去帮他问一问 你到底要拿什么 公开 大家来检验 蔡英文这样知道吗 第二个 你们说怕韩国瑜 这样怕韩国瑜那样 刚刚那个已经讲了 现在的董事问 是你们操控 15个里面 你们9个 你们9个还不够监督吗 那委员会 如果你们好好的进行 你们的角色 如果韩国瑜真的是乱搞 真的是不上道 特别是他这个执行长 陆业中如果很不行 那你们就好好的发挥 监督功能 你们凭什么人家还没有就任 而且过去刚刚讲 就是一个董事长 要跟执行长充分配合的 你们硬是要塞一个人 让人家 这是什么玩意儿 黄玉林像你这种人 还在那里 如果我是你 早就自动就辞职了 赶快让人出来 说谢谢谢谢 本来就应该做一个政党轮替 应该交出来就交出来 如果你辞职之后 人家韩国瑜要敲得上你 礼聘你 那你就堂堂皇皇就任 你还卡在那边 说三刀子 还在操纵这个会议程序 临时开会 临时通知 搞突袭 这种获设 你还有脸呆在那里 还在讲说别人是仇佣 所以我才是觉得 真的 蔡英文已经公开呼吁了 把名单摆出来 让我们看看是谁 第二个 你就算有 你应该是拜托韩国瑜 说我这个人才 好的不得了 如果不用 台湾的民主 民主基金会是代表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就完蛋了 你应该说这个 你要说出来给大家评论评论 没有的话 凭什么一大堆绿的 在那边草东草西 好像抓着蔡英文这个令件 说这是蔡英文的权利 没有民文规定 从来就没有 有没有这个惯例 你如果没来 自己设立 我不想 所以我是说 我这个兴趣来了 本来有个很无聊的事情 竟然被他们吵成这样子 我希望将来这个民主基金会 真的顺势已经红了 好好干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先把账分开来 如果过去干哪些事情 如果见不得人 你把它弄清楚 第二个 真的希望将来在台湾的民主 人权上 走出一条 摆脱美国人控制这条路 让台湾的民主 人权 能够有面貌一心 这就是韩国瑜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说这些家伙 人还要不做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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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第一个台湾说 他就炒家政 惊人呃 不知道什么事 第二 这些人要安插 罗智政这个已经炒妈妈 还想弄进来 你也比较差不多 真的没看 说真的 不过讲到罗智政 先前绿营偷改了 这个民主新会的董事名单 硬把罗智政想要塞进去 当董事 被在党发现之后 才匆匆忙忙修正名单 又把他给拉下来 罗智政他就是因为选前 爆发了不亚片的风波 那么当时绿营 异口同声都说 这个是一个身位的影片 是大陆界选 是认知作战 结果新北市调处 鉴定之后说 这不是身位影片 然后最近检调 是也查无被告 而且找不到被害人的方式 来把整个案子给迁结了 如果罗智政 郑文燦这些不雅影片 真的是绿营口中的认知作战 那不是应该赶快把散布的源头 给找出来 把所谓的中共同路人 赶快绳之以法吗 结果竟然查不到被告 找不到被害人 奇怪 因为罗智政 他不是就是因为这起逃色风暴 中断了立委的三联霸之路吗 而民进党在立法院 少了这一席 不就沦为了第二大党吗 如果真的是大陆界选 那民进党岂不是最大的受害者 怎么会找不到被害人呢 民进党不是应该要像这个林志坚一样 赶快跳起来站清白到底吗 怎么会找不到被害人 这种事情还会迁结 还是说只要跟绿营有关系 所有的案件 最后不是涂黑 就一定会变成悬案吗 董哥怎么看 这半年来有非常多 奇奇怪怪的影片 在险前跟险后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都是从 所谓的被害人的手机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在你的手机 因为你平常拿出来欣赏 简单讲 罗志正这个 这个很明显就这样 但罗志正会漏显 当然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 可是蔡英文对他的不满 其实是因为他偷偷跟总统讲话 在录音嘛 跟苏贞昌讲话 他也在录音嘛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大协教授 东湖大协政治系主任 这做这种事情 就是变成很多人想说 他漏显偷偷把它塞到民主基金会 我相信蔡英文不知道 知道已经勃然大陆 刚好顺势把它拿下来 但是各位朋友你可以看看 我们现在台湾 这些年来 尤其这一两年来 台湾只要发生任何事情 民进党的逻辑第一个就考虑 可以不可以把它栽赃给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什么身为 什么认知作战 通通来这样 每一样都是 对不对 大家看我们这两天 食物中毒这个事情 哇 马上 哇 要漂洋过海 把它弄出来搭上去 苏丹红不是一样吗 你看民进党那些报纸 马上讲 你看大陆来的 那调味料 辣椒粉什么 我们都是玩这一套 那玩完了以后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一个话题来讲 然后利盈的那些节目 我们知道民进党掌控台湾 百分之九十的媒体 那他那些政论节目 就开始下去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身为民进党 为什么不敢查下去 因为他知道 叶末是真的啦 对不对 证明是假的 无论你已经漏险啊 是不是都用这样啊 黄金英的走路空 那个也是造纣出来的啊 在帮忙开记者会的人是谁 栽赃黄金英的人是谁 那开记者会 那是陈其迈啊 各位你 可是他已经赢了 你有什么办法啊 所以如果很多事情弄到最后 证明对民进党的政治不利的话 就淡掉了 如果对他有利 他就 可是这些很多东西 是民进党的阵营炮制出来的 所以您提到了说 那为什么司法不查 那当然啦 司法是民进党 对不对 的打手大家都很清楚啊 你可以看哦 今天 有一个新闻啊 说马上有去大陆去看了 大江看了比亚迪 民进党的陈明文他儿子 陈冠婷就跳出来 你这个误导会让国际错误认知 好像我们跟对岸有多好 那个我们的国防产业会怎么样 就又来罗智了 大家忘了吗 去年的企业就有人去捡几 说你陈冠婷 你爸爸用你的名字买了一块 一块地说要来做养猪场 三千万 结果贷款贷多少 跟农会贷多少 一亿三千万 人家已经去捡几了 为什么没有人办 人家已经捡几了 七年七月捡几到现在四月 为什么没有办 因为司法是他们的啊 对不对 大家记得 嘉义地检署最有名的案子是什么 张法官去告陈明文你姓骚老耶 2017年 结果检察官一直偷一直偷 我每天做节目我天天骂 我这次检察官瞎了眼嘛 这么明显的东西还不赶快办 一直偷 偷到十 十一个月才说不起诉 笑死人了 各位朋友你要看这个什么叫司法 让人家恶心看我这张照片 这个叫不叫性骚扰 各位 你把它放大 看了这个恶心就说 这么明显的性骚扰 检察官说没有 我其实是很愤怒啊 后来 就办不成啊 那检察官的大名当然一定要公布 他叫周新杰啊 欣欣向荣的心 清洁的 显然他是一个女性的检察官 各位朋友女性检察官将心比心 你只要看这个动作 这个不叫性骚扰 你民进党在办什么性骚扰啊 然后不起诉啊 搞了十一个月 这张照片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第二天就起诉 因为这么明显嘛 都已经有图为证了 所以讲起来实在很气 看到司法这种被民进党拦止 媒体被民进党掌控 台湾真的是民进党什么都敢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是这种被民进党的 东西 不是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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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